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范例 好 这是民国七十五年年考题 他说呢 把一个柔软的导线 那弯成一个星形回路如图 一个星星的形状 他说如果把它呢 放在一个光滑的水平面上 而且通一交流电 则星形回路会怎么样呢 会变形让它的面积缩小 还是变形让它的面积呢 时增时减 还是变形让它的面积增加 还是必须要有怎么样 有外加的磁场存在 那基本上它才会改变它的这个面积 好 这个题目呢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当你这样想 联考的时候 所有的题目都是跨章节 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问题是 这个题目它到底要考你什么概念 各位 你看得出这个题目 它到底要考你什么概念吗 它是要考你静电吗 好像也不是 它要考你欧姆定律 交流定律计算吗 好像也不是 它要考你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吗 好像也不是 那这个题目要考你什么呢 各位 这个题目应该是要考你怎么样 考你所谓的安培力 那基本上呢 来 各位 你觉得这个星形回路呢 它怎么样 它通电 那我们现在看任何一个怎么样 任何一个角角 好 比如说我看这个角 好 来 各位 那基本上如果我看这个角的话 这个电流这样子流过去吗 因为你必须要形成一个通路 这个五角怎么样 一个通路 好 如果电流这样子流的话 各位 你觉得它比较像 是同方向的电流 还是反方向的电流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同方向电流是吸引力 反方向电流是次力 那你告诉我 电流这样子流 它比较像同方向还是反方向呢 各位 它比较像怎么样 比较像是反方向的电流 虽然它跟第一个图不是怎么样 不是百分之百一样 但是它们两个的相似度最高 你说老师 它们两个真的是次力吗 真的 不信呢 你动动手比比看 那一样两个动作 谁建立磁场 谁受力 好 各位 这个电流往这里 这里磁场是怎么样 磁场是穿入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呢 也是一样 电流如果往这里 这里磁场也是穿入 所以两个磁场都是怎么样 两个磁场都是穿入 各位 如果两个都是磁场穿入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动作要比怎么样 要比受力 好 根据安培力 这个电流呢 往右上 磁场穿入 受力往左 各位会比吗 电流往右上 磁场穿入 受力往左 那这个的话 电流往右下 磁场穿入 受力往右 所以你发现 它们果然是怎么样 果然是次力 那各位呢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题目 它说考交流电 那交流电呢 现在电流是这样子流 那等一下电流是反过来流 可是问题电流反过来流 基本上 它还是比较像 相反方向的电流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各位 这个柔软的新型导线 它说柔软的导线 那基本上 如果你一通电 它互斥 它的面积会怎么样 面积会变大 所以答案应该选怎么样 答案应该选C 那这一题呢 有些人会认为说 诶 答案 老师为什么不是B呢 时针时减 它如果说 这个一开始怎么样 电流反方向 它是变大 可是等到怎么样 交流电 等到电流是零的时候 不是恢复原状吗 好 那我想这就是什么 大家怎么去解读 这个题目的意思 它说这是一个柔软的导线 但是它并没有说 这是一个弹性的导线 各位 这是一个柔软的导线 那柔软我们当然想的 像一般的怎么样 一般的棉线 一旦它变形以后 它不会再怎么样 不会再弹回来 各位 它既然是交流电 那永远都是属于 反方向的电流 比较像反方向的电流 所以它们彼此之间 都是怎么样 都是次力 所以并没有力 让它变回这个原状 所以呢 这个有些人会认为说 这个应该实大 这个实小 其实不对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变大 按照题目的意思 应该是什么 这个变大 那当然这个公布的正确答案 也是怎么样 也是所谓的变大 好 那基本上考试 我跟你讲 考试呢 当你看了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必须要分析出 它到底要考你什么 这个主题 那基本上底下呢 我也提 这个牛刀小事 这是87年学测的题目 那我们延伸一下 它说金属弹簧下端 挂一个重物如土 那使得每圈弹簧间距是0.1公分 那假设电流呢 好 这个由弹簧的上端 流到弹簧的下端 那使得每圈弹簧间距的 好 这个变化呢 的叙述呢 何者正确 好 这里总共有怎么样 有五个答案 好 是因为怎么样 是A 电流不会影响到 每圈弹簧的间距 还是因为电流中呢 这个电荷相斥 那使得间距变 变深长 好 还是呢 因为电流中的电荷相吸 是间距缩短 还是由于电流的持效应 增长电流持效应 使得间距呢 缩短 那明国87年呢 学策考这一题 其实我觉得算是相当难的一个问题 好 因为我想大家呢 会联想到所谓的电流持效应 安培力怎么样 安培力这个概念 我想是少之又少 一开始题目呢 就用一个障眼法 就说这是一个弹簧 好 各位 其实重点不在于这个弹簧本身 重点在于什么呢 重点在于 你弹簧如果通电 各位 弹簧如果通电 这样电流这样绕圈圈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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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绕圈圈 好各位你仔细看这个图 那每圈弹簧这一圈 跟这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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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电流其实都怎么样 都是同方向 各位 这是一个怎么样 这是一个空间中立体的问题 你现在绕圈圈嘛 好 这一圈跟这一圈 跟这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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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电流都是这个方向 都是由右边到左边 右边到左边 右边到左边 但如果你看另外一边的话 它绕回去 那就左边到右边 左边到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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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现这个怎么样 相邻的这个每一圈 基本上它的电流都是属于怎么样 电流都是属于这个同方向 那我们前面讲 同方向的电流是怎么样 同方向的电流是吸引力 好 也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弹簧如果你通电 这每一圈弹簧 每一圈弹簧上面的电流 会让彼此之间 产生一个怎么样 产生一个吸引力 所以呢 答案应该选一 由于电流的持效应 使得每一圈弹簧的间距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缩短 所以答案是一选项 好 不过我说过 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 你要能够想到 联想到电流持效应 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高难度了 好 就像一开始呢 我们一开始看了 这民国七十五年考题 考信心回路一样 所以考试呢 你读书要先有一个架构 有了架构以后 我们再来怎么样 再来补这个细节 然后考试 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它是要考什么主题 那就按我刚刚分析了嘛 这个题目我想不是要考你怎么样 不是要考你进电学 对不对 那也不是考说看起来好像有电流 但是也不是要考什么 这个欧姆定律 交流定律 也不是 它也不是要考法拉第电子感应定律 这个题目呢 我想这个最有可能就考电流持效应 里面的安培力 好 所以两个范例呢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